如果要给令和骑士每个位置,评远出一个MVP,那么大伙会投给谁呢? 相信帖子们一定都有自己的答案,本期阿朗就来聊聊咱个心里的最佳阵容,如有不同意见,欢迎一起友好讨论交流,话不多说,直接开冲。 首先MVP主席,毫无疑问是约定超人托马,最近嘎尔德的闹麻,更凸显了邪尽线的含金量。 师傅果然还是师傅哦,从战力角度出发,后期拿到任王剑的托马,一个人承担了胜任主角团,至少90%往上的输出,一帮人加起来不如他爱意道。 反对贡献方面,邪剑仙对这帮队友还不够好啊,哪怕他们混了头为欧,他宁愿挨打解体都没还手,极少数东真阁只是想打醒对面。 所以别看托马人称内战大王,他对哥几个绝对问心无愧,甚至后期联动也不少,像是三合一任王剑派生,给大伙发装被强化战力,或是奇幻权能共享力量等。 至于剧情关联度,托马也无愧主席之名,从头到尾没被边缘化过,大结局一刀疲烂所谓命运,和所有人一起拯救了世界。 这令和主级MVP拿的没毛病吧,唯一有可能和托马竞争的只有邪数是宝泽哥,但他前中期积累的所有优势,在后期直接被老港一脚干了,令和最佳,令和最辣,前无古人,后也不一定有来者。 宠皇天才虽然比,但揍他们的是谁,是一种,是风魔,在不及也是实力强大的酸起,彩虹被兵线踩头打算独一打,其他几人更不用谈,胡神天天PUA队友,团战不打就咱能人看,一挥纯纯战斗爽工具儿,被边局裹挟各种暴跌,或人胳膊肘往外拐,连最基础的正面英雄都算不上,全场最佳,想都别想。 其次NVP二期,个人决定搬给白琪先生,要说基础大行星这个人,正常的简直就不像从01这分打里出来的,他虽身为二期,就没继承到高下仙特性,前中期的战力只能排到中游,后期拿到狂暴加拉林,才算正式继承高端战力行列。 01TV数次关键剧情节点,全都靠白琪推进,比如单人和货人完全相反的角色,引爆人类和休马吉亚共存的矛盾,或是打醒任解,暴杀老仙等等。 纵观全局,不破C的程度完全够当主棋盘,最佳二期非常莫属,至于其他老二们,伦太郎战力方面相对拉宽,导致剧情参与度不高,并且他本身也有点边缘化,真铁三角了解一下,但而且畜生一个职业跳舞,认为他能当令和MVP二期的,阿党建议你直接去找几乎前七月。 锦盒帅是帅,强是强,干的基本也都是人事,但他前中期实在拉了太多分,如果让锦盒回去打二周目,相信他一定能够砍下最佳。 林和伦太郎一个问题,高光太少,全程隐身,天天趴地上张狗闭眼装死,摩羯德最终目光形态,直到TV48集才不够出来,有个锤子的时间发挥。 要说令和MVP三期,阿党这里有两个人选,他们分别是三侧战神闲人,以及对击特攻劳刚,刚子虽然神是三期神,但每次干的都是二期活,包括前中期辅助主旗变强,阐述相对立的理念,完善彼此人物塑造,中期加入主球团后当拿手,战斗炫酷高光不断,还能担上敌方干部二期,后期装备吸烂,却仍然尽力,血是解体,那我就上肉身,配合一手黑炎杀伤力十足。 最终解锁更不用多说,一到一个小丑集集国王,甚至跟主级几人搞分裂对立这种剧情,都是教育刚子来办,唯一黑点就是没参加大决战,可见他在剧情中的重要性,实乃竞争三期MVP的有力人选,而闲人比起劳刚不晃多让,本身跟主线强莽定戏问多,在这点上领先斯巴纳,并且越到后期越C,你敢信,最终战里人头最多的,不是伦太郎也不是托马,而是上坎老屋下坐闲神的闲人,他前中期掉线了十多级,有一定程度扣分,并 并且形态实在太少,如果把Y转最终阿兰基纳神灯不到TV的中期或大后期,给闲人加点个人高光,最佳三期一定是他,除了这俩之外,咱们来看看其他老三,阵姐究极耐揍王,有事没事就挨顿堵打,各种大小剧情基本都和他无关,无敌玩家应更是为重量级,堪称另和最拉三期,不仅战里拉,人设也拉,利维斯爆炸,万恶之源就是他,那么问题也很明显,除了后期有单人直线,前中期一直被边缘化,仍不进胡扭离三人组里去,至于MVP四期 阿兰个人推荐门田超人,理由想必也不用多说,谁当年追利维斯的时候没被圈过粉呢,门田的定位和白奇有异曲同工之妙,哥俩都是抽象大环境中难得的正常人,所以哪怕掉陷了很长一段时间,也丝毫没影响到他的含金量,因为门田实打实做到了普通人的极限,他没有意会达尔那样的待遇,身体内的恶魔不会帮他,他也没有天命气韵傍身,蒂蒙斯轻荣器如果用多了,门田真的会死,但他败过,疼过,却永远没怂过,只要有机会拯救更多人,就一定会毫 毫不犹豫地喊出那句,所以大伙们才佩服地称呼他门田超人,如此独一党的四企,拿个另核MVP没啥大问题吧,接下来看看他的竞争对手们,灵异的四企是大boss灭霸,他要是真拿了最佳,岂不是倒反天刚,量数也还是那句话,他的实力确实非常强大,但相对来说太过平庸,没什么个人高光亮眼时刻, 牛哥,卧槽,何时来的,来的是哪个人哥,如果是后级正经好牛,便给你一次机会,如果是中级发文封牛,那你可有多远滚多远哦,雷杰德只活在传说中,有他跟阿德反派根本玩不了,导致长期未办,没什么实质性贡献,谁说在假面骑士中女主不能报C,在另和MVP女主的位置,阿当斯来想去,还是决定搬给次莫利,是的,你没看错,东辣妈对次莫利的定义,还真就跟那猫一起都算女主,就跟他们把阿基雷拉也列为女主一样抽象,收回正题,有的人可能不服气了,哦 哦,他就一个工具人,凭杀那MVP,且这么仔细想想哦,次莫利是比较工具人不假,但工具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呀,他这个等级的工具人,有直接影响中大剧情的能力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次莫利比二三四级都重要,不仅负责到处发腰带那玩家,而且后续还担任游戏向导,没他是真不行,装后期表现更几天,直接把已经入土的胡神,硬生生又跑出来了,啥,你说次莫利后期被抓,他又没战斗力,他能咋办,这不明显胡神的国吗? 再说了,次莫利被抓后,也就给了景和一个武刃,流的眼泪造了个黑次莫利,景和拿到武刃后反而更有用,吸挖刀一批一个准,给那帮不干人事的币全图都正常了,黑次莫利纯纯搞笑,许多俩愿望,一个害死贝罗巴,一个害死光光狼,唯一高光是偷袭一枪崩了胡神,可胡神也因此肉身成圣,彻底按死了苏埃尔,搞得黑次莫利跟个卧底似的,怎么样,这么算下来,次莫利是不是从头到尾,全是天工,当然,能和他竞争的也不是没有,比如升任女 女主压抑,大结局一波操作打购神价,平常表现算是及格,还有传奇造卦带是一姿,或认好几个形态,包括最终都是来自于他,除了最后跳脸硬送灭霸外,几乎没什么黑点,其他几个女主已经提到不再过多赘述,最后还剩下个阿基雷拉,呵呵,你们确定真的要把另和MVP女主搬给这玩意儿,MVP武器人选,非我南瓜杰克莫属,原因不仅仅是另和武器较少,更多的是他真的有用,站立足够不整烂活,明明是非共享情报,该出手时就出手,哪 哪怕后期连个皮套都没得穿,靠肉体大团,会也还是到处就火,又帮胡神又就慈牧莉,南瓜杰克哎,没了你这个家可咋办呢,至于令和其他武器,或多或少都有些毛病,老迅前期神经,后面才改邪归正,笑其前期更抽象,纯纯爱豆独为逆天一恶,武士兰老爹中期才正式登场,哪怕有神回加持,也难争最佳武器之名,林明嘎单论TV表现来说,确实是满分水准,但他登场时间实在是太少,满达满算也就只有三级,如果真的像OP画面里那样,来一起 包饺子打个大决战,阿当会毫无犹豫的,搬给林明嘎定核武器MVP,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,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评论区讨论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